再來要提醒我們的鄉親 發票如果是正常 要報仇 跟大家分享 就要注意個人資料 就要保密 台南坐的紅燒價 到五六月份的發票 一張兩百塊 一張一千塊 總共是到一千兩百塊 他正常報仇 分享他正常的快樂 想不到近年的時候 近年已經去領域了 這個從前才發現 有人頭過忘了 送他發票面上的QR 口 投領他的獎金 他用總共兩國的時間 才把這條錢推回來 不少這麼很高興 拿到發票要去追蹤 不過所有人通知 總共已經給他領域了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這個報仇 在網路上的動作 害到他的總共給他領域 他對五六月發票 總共到一千兩百塊 可以拿來賣最多的獎金 讓他賣掉一萬分 充滿興趣的心情 不過算讓人通過APP 使用發票上面的QR 口 把總共領域走 原來盜領錢是這麼的容易 一秒當中就可以把你的錢轉走 盜領這個統一發票 中獎獎金 是涉及到刑法的這個詐欺罪 為了這個微小的金額 去誤觸罰網 是非常得不償失 雖然最好順利把獎金拿到回來 也抓到領獎金的人 不過所以建議民眾 可以繼續使用紛亂發票 在這裡是領獎金 之後才報仇在網路上 票便讓人利用 影響到中獎 歡喜的心情